近期,中国各地持续高温 在炎炎夏日,许多人都会选择吃上一根凉爽的雪糕来消暑 这让雪糕冰棍等能引市场越发繁荣 许多雪糕也成为了爆款,备受人们追捧 而在这许多成功的爆款雪糕背后 除了研发和生产团队外 还有一位一天吃上十多根雪糕的 拥有黄金舌头的雪糕品尝师助理 8月1日,记者就来到沈阳一个老牌雪糕企业 采访了雪糕品尝师 95年出生的风圆圆是一个上海姑娘 学习食品检验的她 毕业后进入了沈阳的这家雪糕生产企业 作为一名美食爱好者的风圆圆 在吃上颇有心得 并且对吃也十分挑剔 于是金子开始了发光 以食品检验试应品的她 意外地成为了这家老牌雪糕企业的雪糕品尝师 口味的一个,它的一个灵敏性也要够强 那我吃完我得马上想出来我这个是什么 然后其次的话我觉得还是爱吃吧 风圆圆告诉记者 她的这个职业还算是稀奇 并且也不是每个雪糕企业都会有 她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品尝自家 或其他企业的雪糕产品 进行评判和对比 工作两年 她已总结出了品尝雪糕的诸多秘诀 并将雪糕的味道像香水的香味一样 划分为了前调中调和后调 肠的话我这边是分的是 就是像香水一样分前调中调和后调 对于我来说我追求的是入口的那一刻 一定要能体现到它那个这款产品的一个 它原料的一个口味 就是我一进口我得知道我今天吃的是啥 然后中调我得在中调的时候 我得把这个我今天吃的这个口味提到最深 我得对它特别有印象 然后就是回味 回味的话 我不能我说我吃完这一根雪糕 我过五分钟 我就不记得我前面吃的是啥味 作为一名雪糕品尝师 风圆圆的黄金舌头成为了重点保护对象 原本热爱美食的风圆圆 再也不能随心随欲地吃了 尤其是重油重辣的食物 更是成为了她食物清单上的伪劲品 而为了做一名优秀的雪糕品尝师 一天要吃十多根甚至二十多根雪糕的风圆圆 还硬生生地将自己吃胖了 这对于一个年轻姑娘来说 无疑是一件非常烦恼的事情 我接公司到现在胖了差不多有十斤吧 我不能因为体型的原因 我就不做这份工作嘛 对吧 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 我个人来说是很喜欢的 我也很珍惜这个工作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运动 在成为了一名雪糕品尝师之后 风圆圆实现了小时候雪糕随便吃的梦想 而更让她感到幸福的是 经过自己品鉴最终上市的雪糕 成为了热销的爆款 其实对于我来说 每上一款产品都非常有成就感 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上了一款诺米茨的产品 就是销量非常好 以及现在基本上是我们店的一个爆款 就特别特别开心 据某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 2019年6月份到7月份之间 在其平台上的销售量整体增速超过200% 上海北京杭州三地买的最多 而让人感叹的是 雪糕的味道也不再是以往的以香甜为主 还出现了咸味雪糕 并且大麦 而这些新口味雪糕的背后 就有像风圆圆一样的雪糕品尝师 帮助企业进行味道的定夺 最终让这些与众不同的新品 成为了雪糕市场上的一匹黑马